妈咪说,知识就是力量 大家好,我是妈咪叔 今天咱们来捞一捞素数那点事 素数就叫做质数 prime number 它的定义是在大于1的自然数当中 除了1和该数本身无法被其他自然数整除的数 就叫做素数 其实简单的定义就是在自然数当中 只有两个正因数的数就是素数 那1是不是素数呢? 不是,因为1只有一个因数 就是它本身 其实1不是素数还有一个原因 咱们放在之后再说 那按照定义 你像2,3,5,7,9 不是,注意 9能分解成3乘以3 11,13,17,19等等 这些个数就都是素数 它们就只能被1和本身正除 除此之外的大于1的自然数都叫做合数 你比如说4,6,9等等 有同学说了 说素数我小学就学过 这有啥好说的 别着急 关于素数其实有很多个未解之谜 咱们慢慢来 最早开始研究素数的是古埃迪人和古希腊人 明确列出素数的一些性质的资料 就是公元前300年左右 欧基里德写的几何原本 欧基里德认为 素数是数的基础 咱们之前说过 同时期还有一位古希腊的哲学家 德莫克里特提出了原子论 对吧 他认为万努都是由一个最基本的单元 原子构成的 原子是无法分割的 很有可能 德莫克里特就是受到了素数的启发 因为素数就像是自然术的基本单元一样 它们也无法分割 关于素数的众多谜团 咱们一个几个来说 第一个 素数有多少个呀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 这毕达格拉斯学派就证明了 素数是有无穷多个的 然后欧基里德在这个几何原本当中 记录了素数的这个性质 毕达格拉斯学派是如何证明的呢 它们是这样 素数是从2和3开始的 那我就让2乘以3 然后再加上1来等于7 看这个7它是不是素数 是素数 那么我就用2再乘以3 再乘以一个7 然后再加上1等于43 再看43是不是素数 43也是 那就2乘以3乘以7乘以43 再加上1等于1807 1807你虽然除以2除以3除以7除以43 它都于1 但是它不是素数 1807等于13乘以139 这两个数都是素数 然后我选择其中小的一个 再和刚才那一堆相成 就是2乘以3乘以7乘以43 再乘以13 再加上1等于23479 这个数也不是素数 23479等于53乘以443 不过没关系 我又发现了两个新的素数 就这样以此类推 无论你得到的结果是不是素数 我都会发现新的素数 所以素数是无穷多个 这就是毕达格拉斯学派的证明方法 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先进的办法了 不过在那个时候 这已经很厉害了 第二个问题 1是不是素数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除了咱们刚才说的 就是1只有一个因数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 叫做算术基本定理 那基本定理 这肯定很厉害 对吧 也是欧吉利德给出来的 简单的说 就是正整数的知因数分解 只有一种分解方法 这就是算术基本定理 用素数乘以1来表示自然数 就叫做知因数分解 你比如说6等于2乘以3 那这个2和3都是质数 你再比如说15可以分解成3乘以5 就只有这一种分解方法 你如果1是知数了 那对于6的这个知因数分解 它就可以分成2乘以3 也可以分成1乘以2乘以3了 那不就多了一种了吗 你再乘一个1 它又多了一种 所以为了保证算术基本定理 这1它就不能是知数 明白了吧 好 第三个问题 如何判断一个数 它是素数呢 然后我怎么样把所有的这个素数 都给它找出来呢 你比如说 我想要100以内所有的素数 我最笨的办法 我就挨个试 每个数我都除以比它小的所有的数 然后看是否可以被证出 其实不用除以所有的数 你比如说一个自然数N 判断它是不是素数 最笨的办法就是 先除以2 再除以3 一直除到根号N 所以这种办法所用的步骤 就是根号N减去1步 这办法太麻烦了 同样在古希腊时期 有一老哥发明了一种办法 叫做筛法 这老哥就是最早丈量地球的 埃拉托斯特尼 就是他最早测量出了 这个地球的周长 他那个实验也被称作是 十大最美物理实验之一 咱们找机会再说 他发明了寻找素数的办法 就叫做筛法 很简单 你比如说 我现在想找出 2到100之间所有的素数 怎么办呢 首先2是素数吧 然后我就把所有这些数里边 2的倍数全部都划掉 然后3是素数吧 那我就再把3所有的倍数 全部都给划掉 然后4已经被划掉了 那5是素数吧 那我就再把5所有的倍数 全部划掉 然后再把7的倍数全部划掉 以此类推 最后剩下来的 就是2到100之间所有的素数 实际上直到现在 人们制作一张素数表 使用的办法 就是在埃拉托斯特尼的筛法基础之上 加以改良的办法 好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2到100之间所有的素数 下一个问题就是 素数的分布是否存在规律呢 这个问题就是从古至今 一直困扰着无数数学家的问题 也引发了一系列著名的猜想 你像什么哥德巴克猜想 孪生素数猜想 还有著名的黎曼猜想等等 大致这么看一眼 所有的素数应该是不能写成一个通式的 就是类似于什么二人减一这样的通式 于是人们退了求其次 说我既然找不到所有这个素数的一个通式 那我能不能找到某一个特定的通式 它一定代表的是一个素数呢 能明白这个想法吧 你比如说 很早的时候啊 人们就发现这样一个式 形如2的n次方减一 这样的数啊 现在叫做梅森数 一般记作大mn 梅森数有这样一个特点 如果这个n它是一个核数 那么2的n次方减一 也一定是一个核数 你比如说 2的4次方减一等于15 这15就是核数 它能分解成3乘以5 对吧 对于所有的核数啊 它都成为 于是人们就想 如果这个n它要是一个素数 那2的n次方减一 它能不能也是一个素数呢 答案是不一定 咱们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当n等于2的时候 2的2次方减一等于3 是素数 当n等于3的时候呢 2的3次方减一等于7 也是素数 当n等于5 n等于7都成立 但是当n等于11的时候 2的11次方减一等于2047 这个数就不是素数了 2047等于23乘以89 如果一个梅森数是式素数 那这个数就叫做梅森素数 为啥这么叫呢 主要就是为了 今年法国数学家马兰梅森 他在17世纪 列出了n小于等于257时的所有的梅森素数 其实这里边应该有梦的成分 因为m257就不是素数 还有m67也不是素数 然后呢 梅森还遗漏了m61 m89 m107 其他的都对了 你要知道17世纪的这个计算能力 主要靠的就是好记性和烂笔头 就没有计算器 更何况啊 你比如你要验证m107是不是素数 首先你就得计算2的107次方减去1等于多少 这个数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他有33位 然后你还得想办法验证他有没有其他因数啊 这个工作量多实之不小 所以梅森之后的100年左右 准确的是1750年 欧拉大神才证明了m31 也就是2的31次方减1 这个数是素数 它是第8个梅森素数 到现在为止 梅森素数有多少个呢 一共只发现了50个 第50个梅森素数是在2017年底 2018年初由GMPS项目发现的 这是一个全球的互联网 寻找梅森素数的项目 代码是开源的 谁都可以参加 有点类似于这个比特币的挖矿 就只不过这个项目没有奖励 只有荣誉 第50个梅森素数有多大呢 是m77232917 也就是2的77232917次方减去1 这个数足足有23249425倍这么大 你一页A思纸如果打1000个数字 你想表示这个数也需要23000多张 A思纸才行 这也是目前为止 人们发现最大的素数 梅森素数同样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你比如说早在古希腊时期 欧基里德就证明了 如果一个数m它是梅森素数 那么m乘以m加1再除以2 它就是一个完全数 新概念 什么是完全数呢 一个数除了它本身之外 所有的因数之和 也就是真因子之和 等于这个数本身 那这个数就叫做完全数 你比如说6 这就是个完全数吧 你看6有哪些因数啊 1236对吧 那除了它本身的因数 就是123 123相加刚好等于6 那咱们验证一下 第一个梅森素数是多少啊 2的2次方减去1等于3对吧 那3乘以3加1除以2等于6 6是完全数没毛病啊 第二个梅森素数是2的3次方 减去1等于7啊 那7乘以7加1再除以2 等于56除以2等于28 28是完全数吗 28的真因子有124714 这些数相加刚好等于28 28也是完全数 神奇吧 这就是早在古希腊时期 欧基里德现在几何原本数论部分的 最后的一个定理 过了将近2000年左右 又是欧拉大神 把欧基里德的定理完善了一下 他发现这个定理 其实只对欧完全数有效 也就是说欧基里德说 日以一个梅森数M M乘以M加1的除以2 一定是一个完全数 欧拉说这个完全数 它还只能是偶数 也就是偶完全数 那这个定理现在也被称作是 欧基里德欧拉定理 他阐明了梅森素数和偶完全数 是一一对应的 就是说只要你发现了一个梅森素数 同时你也就发现了一个偶完全数 奇怪的是啊 到现在为止 人们还没有发现积完全数 不过已经有数学家证明了 如果有积完全数 那它只能够是12P加上1 或者是36P加9的形式 其中这个P是素数 你看又和素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实关于梅森素数 也有很多未解之谜 你就比如说 这么多年才发现50个梅森素数 那梅森素数是不是有限格的呢 还有梅森素数的分布 是不是也存在某种规律呢 当然啊 这个素数的规律还没研究明白呢 咱们今天主要就是对素数呢 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而且啊 妈咪苏今天也确实是这个条件有限 因为现在在老家 其实蒋素数这个专辑 主要是为了突电24号 各位听说了吧 这个菲尔兹和阿贝尔奖双料得主 迈克尔阿迪亚爵士 宣称自己已经证明了黎曼猜想 并且要在9月24号公布证明过程 妈咪苏也很期待啊 最近数学界频频在搞事情 还有人爆料这个望月新一 关于ABC猜想的证明是错误的 这都是爆炸性新闻 先不管了 那素数的分布啊 到底是有怎么样的规律呢 他和黎曼猜想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咱们明天接着聊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真儿的理工男 下期见 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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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